Hello 大家好 我是貝克蘇 今天又到了愛情Q&A主題啦 這次是C小姐來信 貝克蘇你好 我是最近才開始看你的影片 覺得你對兩性的心理狀態分析得非常好 所以想來請教你 最近喜歡上一個男生 小我兩歲 是一年前離職的同事 以前就跟他還不錯 他常常喜歡來找我 聊我 或稱讚我和漂亮 當時只覺得他是弟弟嘴炮來亂的 沒有把他當一回事 最近突然跟他偶遇 跟他約出去吃飯 感覺很好 他也變成熟了 像男人不像弟弟了 也很生事 我強領感覺到我們之間有曖昧活花 他單身我確認過 回去後我主動賴他 我原本就是比較主動的女生 我也知道女生主動容易把男生嚇跑 所以我很小心 他的反應還算可以 他回我 而且回蠻多的 但大多在晚上9點之後才會很順的跟我聊 因為他常常不讀不回 隔好幾個小時才會 我常常等到崩潰 患得患失 一直怕他是不是覺得我很煩 所以才回那麼慢 有時候只有3、4個小時他不會特別解釋 如果是一整天他都沒回 之後他會特別說是因為忙到很晚 要辦公司活動之類的 然後他也不會自己密我開話題 我知道我已經陷下去了 我也知道這樣的女生很沒有魅力 所以我努力把自己拉起來回歸我的生活 我的方式就是今天選擇一路不回 也是剛好他最後講的沒什麼好悔的 至少不回的是我 我也不用一直等他什麼時候才會 我也可以比較冷靜 我想知道我還要繼續嗎? 雖然你說一個人喜不喜歡我 從面對面互動感覺出來 我的感覺是沒有喜歡至少也有好感 但是跟他聊LINE的這11天 我開始懷疑我是不是感覺錯了 C小姐你好 很感謝你的來信 看起來你好像很喜歡他 甚至很匱乏 你說女生主動會容易把男生嚇跑 其實主動不會把男生嚇跑 是你主動的出發點是要索取關係 索取價值 這個才會把男生嚇跑 通常一個男生喜歡一個女生 再認識了一個月內 你會感覺到他的主動 哎呀這女生我蠻喜歡的 先放著好了不急 感覺出去會讓我更喜歡他 他也沒有主動暗示我 先不要約好了 先去忙公司活動 已經連絡到現在都11天了 這女生真的是我的菜 我再放著好了 不要讓他感覺我很喜歡他 再放個幾年看我的喜歡會不會慢慢淡掉 呃其實不太會這樣 男生真的喜歡有好感 通常一兩個禮拜 明示暗示都會讓你感覺的出來 一次約會到下一次約會的間隔 也差不多一個禮拜左右 假如之後連一個暗示性質的邀約都沒有 那你可以冷靜一下 他可能沒有喜歡你到想在一起 所以你說繼續嗎 你可以試著暗示性的邀約 想跟你出來約會一對一 就你跟我 沒有別人 但他不是那麼兇啦 可能可以你們原本在聊天 突然說看到最近什麼電影好像不錯 或是哪一家餐廳好像不錯吃 又或是哪邊好像好玩 男生通常喜歡你也會接到這顆球做邀約的動作 假如都沒有 那你也可以直接問 我想去看這個 我記得你也喜歡 一起嗎 假如你類似明示暗示 邀約三次都是無疾而終 那放棄吧 那代表他對你沒興趣 可能那一次出來後他覺得不會想要進入關係 再來是你要小心自己的心態 因為你的描述中你頗匱乏的 好像他有真的創造出什麼超級吸引力的光芒 像是飛蛾扑火把你吸過去一樣 可是實際上他好像沒做什麼事情 你們只有吃過一次飯 你可以好好思考你喜歡的是什麼 是真的這個人嗎 還是一個戀愛的感覺 你會不會不小心也忽略掉這個人的完整性 只看到美好的一面 他其實也有很多不太好的一面 他其他面相你也有觀察嗎 這個人值得讓你查不思犯不想 忽略掉自己原本的生活平衡嗎 還是其實自己對他的評價過高 在真的陷入感情前冷靜的思考觀察 會讓你比較不容易受傷 雖然你好像已經陷進去了 好 我們今天的話題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喜歡加訂閱還有分享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可以收到我的最新消息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哈囉 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有想要免費收到我推薦的書 或是我想分享的私密內容 可以在下面說明欄點電子信箱連結訂閱 那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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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